大家好 给大家看看这一段啊 这个孙春兰又到上海嘉定来了 嘉定区 领导别走呀 看看政府来视察了 政府来视察了 实际上就带来了 求求领导把我们拉走吧 没有大米了 没有大米了 没有粮食了 这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物资 他装没看见 这个孙春兰就装聋作哑 装没听见 他很多次就是不理 是吧 之前到武汉也是作秀 看看政府来视察了 政府来视察了 实际上就带来了 这个孙春兰就是看下一段之后 美国大学生的名凡业 比较处大阿尔 美国大学生的名凡业 有点名凡业 对我们开学生的名凡业 都是不知道 出品所得到的 人生的名凡业 因为他们在说 人生的名凡业 总是不理解 现在诺子 拼在天呈 人生的名凡业 那这当年人生的名凡业 求求领导把我们拉走吧 没有大米了 没有大米了 没有油了 这是最基本的保障 要理都不理就走了 我怎么感觉现在的这些领导 都跟畜生一样 都是一群魔鬼 哎 一旦遇到个激光战乱 你们连点抗灾病的能力都没有 不吃苦还像醉过了 怎么了 我们就是不爱吃苦 爱吃饺子 哎哎 我可是吃不苦的 您就说那1962呢 不过爸说的对 和平年代太久了 隔三差五来点天山人话 对你们年轻人也是个断链 是吧 可谁成想美苏这哥俩 他提前把冷战给结束了 多阴险了吧 应该追责啊 孙春兰 还有上海市的党政领导 李强公正等等啊 不过还是体制的问题 体制的问题啊 解决不了啊 这次的事如果过去了 侥幸活下来了 下次又不知道什么运动 什么人祸啊 什么灾祸 什么人祸